如果不是郑中基自爆抑郁症永久退台 或是真的怕陈玉迅没有一点的机会 今年8月郑中基突然发文宣称 由于个人情绪及健康的问题 决定在高雄演唱会结束过后退出香港乐台 而根据目前歌迷所爆料的情况来看的话 其因就是郑中基在前段时间不幸身患抑郁症 每天只能通过喝酒来逃避现实 所以这才不得不选择要休息一段时间 我必更无我这种无奈 我必更无我这种无奈 我大半生还时很失败 要知道郑中基从96年出道至06年的期间 港月几乎没有一个人敢说能够超越郑中基 虽说郑中基的首张专辑就有张学友作碑 甚至在06年压制了陈玉迅整整三年 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郑中基却陷入了迷茫 不知道是该继续走张学友的路 还是成为第二个周星驰 也是从那天开始 郑中基便觉得歌迷好像没有那么喜欢自己了 就这样一直徘徊在煎熬之中 不幸被并魔缠身